谁掌握话以前 谁定天下之大局 欢迎收看千秋论 我是赖岳谦 日本面对于俄乌的冲突 他的动作太不寻常 非常的不寻常 他并不是真的那么关心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问题 也不是那么关心 所谓的这个是非的曲子黑白 其实他也很清楚知道 他跟俄国的经济利益 能源石油的利益 还有北方这个领土的矛盾 事实上在安倍晋三的时候 都已经有很大的进展 包括共同开采哈萨林的 也就是库叶岛的油漆田 满足日本国内的 尤其是东京等这些主要的 两个大城市 他的发电量是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 北方四岛在当时的时候 有关于捕鱼权也都解决了 而且事实上已经进入两个岛的谈判的问题 还有涉及到有关于日俄的和平条约的签订的问题 所以安倍晋三其实他是很大幅度的改善了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但是当然他也知道这样做美国不是很开心的 但是他觉得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安庭文雄上来了以后 其实在绝大部分都是继承安倍晋三的外交路线 可是在这一次的俄乌的冲突中 他很明显的动作是对俄罗斯是极其的敌对 极其的不友善 那这个一定有玄机这一定有故事 也就是说他到底是针对俄罗斯还是针对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日本安庭文雄 其实他的态度战略越来越清晰了 其实真正的他针对的是中国大陆 还有针对的就是日本内部的问题 日本内部的问题就是他们右翼的这些军国主义的渔族 这些遗毒们这些幽灵 他们一直想要解除日本的这个宪法 因为日本宪法是美国帮他们框架的 是一个非战宪法 不可以用武装力量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这是他们的宪法第九条 所以是日本他一直想要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也好 或是有一支强大的这个国防力量也好 就被这个宪法制约住了 所以他们一直想要修宪 一直想要修宪 你就必须要国内的民众的同意 因为他需要举行公投 所以除了这个参议院众议院国会要通过以外 最重要的是国民意志的最后表现 那就是全民公投 因此他一定要他们的人民有危机意识 有害怕有胆战兴兴 然后呢就说我们支持日本的国防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来保护他们一直在做这个事 所以他们就借由俄乌的问题 其实他们要挑动的是两岸之间 跟中日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 使日本感觉到害怕 因此俄乌的问题 他们就一直不断的扩大乌克兰的处境 以及再把它扩大到说俄乌的问题 也就是金字乌克兰就是明日台湾 然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接着再把它转移到 金字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 也就是明日日本 就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对象当然不是俄罗斯 当然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为什么我们这么斩钉截铁的说 他针对中国大陆 因为他在之前的时候 他们不断的拉北约的相关的国家 包括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等这些国家 邀请他们的军舰到日本去停泊 然后举行二加二的就是国防部部长 跟外交部部长的二加二的会谈 定期的举行这个会谈 然后定期的让这些欧洲的国家的这些军舰 都到日本这边来停靠 可以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 也再拉澳大利亚等这些 也是建立二加二的机制 也把印度也都拉进来 所以在亚洲里面搞一个QUAD 然后在欧洲那边 就把欧盟的这些国家拉进来 最终其实他就是要把北约也拉进来 好所以他看到二月下旬 爆发的这个俄乌的冲突 他觉得饥不可思 在这个饥不可思的情形下 他的操作的一个方式 看起来好像不是针对中国 其实都是针对中国 但是他的执行的手段 是针对俄罗斯 他不但完全全力支持G7的 所有的决议 而且他充当极先锋 目的在哪里 让G7看到日本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跟日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而这G7中以美国为首的 然后就拉进美国跟日本的安保的同盟 再把美国跟日本的军事的关系再拉高一点 接着您看到了他就触发了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在这一年的高级峰会中 也就是高峰会议里面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纽西兰都拉进来他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大陆设定为 这个北约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对象 然后再把北约拉进这个体系里面来 因此日本的动作非常的积极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看起来他是当美国或是北约在亚洲的极先锋 看起来都是针对俄罗斯的手段 但是他的最终的战略目标 隐藏在里面的其实是针对中国大陆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打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当然也反手打日本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了 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裁 一直在升高对立的一个局势 首先当G7决议把俄罗斯赶出SWIFT 就是这个国际货币的这个交换机制里面 日本马上就执行 俄国当然也针对性日本 然后接着我们也看到在之后 日本对于俄国外交官的驱逐 俄国也驱逐日本的外交官 都是作用跟反作用力 然后限制俄罗斯的一些政要 到日本去访问 俄罗斯也限制日本的一些政要 到俄罗斯去访问 接着我们看到他冻结了 俄罗斯的资产 冻结了普丁的家人的资产 冻结了他们企业界的资产 接着再开始进行禁运 也就是很多的重要的科技产品 甚至军工产品等等关键的零料件 都不准卖到俄罗斯去 要扼杀俄罗斯的发展 俄罗斯当然在包袱的手段中 也禁止北海道的渔民 到北海这个地方来捕鱼 也就是把他的捕鱼权都剥夺了 接着日本又开始禁止 俄罗斯的煤 还有开始说不采购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采购俄罗斯的石油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中 最终在六月份的时候 那么就出了一个杀手键 说要对于俄罗斯的石油 进行一个限价的一个措施 这个限价措施是怎么样呢 很简单 以目前的市价的一半 也就是你买俄罗斯的油 只能以目前限价的一半的价钱 以下来购买俄罗斯的油 或是天然气 那如果你超出这个价钱以上的话 他就要对于购买者 要实施制裁这样的一种 我们叫做限价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俄罗斯已经提醒日本 提醒世界各国 说你G7搞了这个限价的游戏 你们当心啊 这个石油天然气的价钱了 涨到三百四百块美元 这有可能很多石油的组织 已经估计未来很有可能 会涨到三四百美元 已经不算是一百多美元一桶了 为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 俄罗斯会大量减产 甚至直接关掉在欧洲的 这些天然气的供应 然后他尽量以不怕这些G7的制裁 的国家然后不断的卖给他们 如果天然气跟石油的价钱 飙涨到不可限量的一个地步 很多的国家的通货膨胀 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叫做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所以当岸田文雄宣布 他的限价政策 也就是对于俄罗斯的石油 天然气的采购 采用限价的制度 限行价格的一半腰斩的方法来去 只能够在这个价钱来购买 要挫商俄罗斯的 这个天然气的公司 石油的能源的获利 俄罗斯他可以用减产的方法来应对 但是俄国不只做这件事 他这一次的反手一打 确实就把日本打痛了 现在日本他们连续好几天 已经一直在开会 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什麽问题呢 哈萨林二号油气田的计划 哈萨林二号油气田在库叶岛 年产量很丰富 有欧洲的一些像骨牌啦 他们本身有入股 大概在二十七左右 日本也有入股两家公司 一家山井一家山林 他们各占百分之十多的比重 俄罗斯的国营的企业占百分之五十 那另外还有这些四五趴 百分之四五是给这些小公司 可是俄国普丁突然间 签署了一份文件 这个文件三十天后生效 他是签署什麽文件呢 勒令哈萨林油气田的 这个公司重组 也就是说俄罗斯把他整个要收归国有 那日本跟欧洲的国家可不可以反对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干过这个事 当时中国向乌克兰购买的马达西奇 这个做这个大型的直升机的 发动机的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原来在乌克兰是国营的 后来他们民营化 民营化以后就上市 中国就在市场在股票市场 在经过协商之后 也经过乌克兰政府的同意 就把马买下来了 所以后来中国成为 这家公司的拥有者 可是乌克兰却听从美国的建议 或是美国的要求 因为美国不希望中国 长有大型直升机的发动机的能力 他突然间又重新宣布 要把它收归国有 就这样子中国人的私有财产 就被乌克兰这样剥夺 那当然现在在打司法官司 所以乌克兰干过这个事 如果欧洲的国家 或是美国日本 他们反对的话 那当然俄国马上就说 那请问马达西奇公司 你们的态度表态 当初就是你美国要这样做的 所以这些国家只能摸摸鼻子 那俄国的要求就是 公司重组 股份按照我的规定 你们要不要认购 不愿意认购 那你们就委外卖掉 委外卖掉钱不能汇出去 只能留在俄罗斯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把这个股份 就是重新再买进来 而且这个股份的价格 或是什么都是俄罗斯决定 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就把你现有的股份就卖掉 你现有的股份你卖掉的时候 对不起那个钱绝对不能汇出去 就是留在俄罗斯 所以不只是山林跟这个山井 或者是骨牌 他们本身的公司的资产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然骨牌在更早之前 他就说他要撤股了 他要撤资了 他要离开了 但是当时日本 他们说他们还要留在那里 原因在哪里 就是我刚前面所讲的 因为东京广岛他们最主要的 天然气的发电用的就是这一块 酷叶岛的油气田 日本占百分之十 如果这些油气田 这些天然气没有进来的话 日本就会出现问题了 普丁为什么要在六月下旬 然后给他一个月的 缓冲时间要出手 最主要就是刚开始制裁的时候 就是日本对俄罗斯的 一系列的制裁 那日本本身的油气石油的存量 有两百四十天 二三四五六 现在都已经七月了 那两百四十天 就是八个月左右 已经用掉了五个月 所以他的存量 已经只剩下不到三个月 再加上前一段时间油价高涨的时候 日本释放了他的战备出油 所以他的战备出油 根据普丁的计算 应该已经快到临界点了 快到临界点 如果突然间这个百分之十的油气 不再供应的话 那东京就准备要大停电了 广岛也是 所以现在日本担忧到不行 一直在寻找美国的帮忙 可是由于当时欧洲 被俄罗斯断掉 或者是他们拒绝向俄罗斯采购 一些天然气的时候 他们转向要求美国要满足他们的需要 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已经增加很多的供应给欧洲 所以也造成美国的这个价能源价格的一直不断的上涨 欧洲也不断的上涨 日本也不断上涨 而日本的很大的城市 像东京已经开始进入限电了 如果这个计划再开始执行 也就是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日本就面临很严重的问题 而美国的这些液化天然气 如果还送不到的话 日本的东京板块 尤其是经济板块进入限电的时候 他的工业生产GDP就出现很严重很严重的衰退 G7的所有的国家在今年很有可能G7都会衰退 所以我们已经估计日本失业率会升高 物价会继续上涨 然后经济继续衰退 政府的财政收支更减少 这个国家更弱了 你看普丁这一出手是不是打在日本的痛点 因为时机很重要 也就是等待他的战备处游 耗尽了 突然间拾出这个杀手剑 让日本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获得 这些液化的天然气即使他用更高的价钱去买 都没办法获得的时候 对日本来讲就只好进入限电的一个阶段 而他即使购买到了 而那个价格是天价或是更高的价钱 又把国际的油气价 电价又推高 你想想看 那更多的国家就受害 俄罗斯或者是中东的这些国家 他们就获利就更多了 我们理解了普丁的出手 打的司机很准 而且就打在日本的要害上 日本想要获得他的东西 非但获得不到 反而也得罪了 反而也跟俄国一直不断的交恶 所以目前日本同时在东亚地区 跟中俄的关系都处于非常不友善 非常不愉快的境地 这是日本的这些右翼政客 他们所造成的结果 因为他们的野心太强大了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会在每周一三五 早上十点准时更新 我们的新影片 喜欢的朋友们 麻烦您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更重要的 请你们加入我们的会员 会员千千之有 千千之有等着你们 我们一起来关心跟掌握国际时事的脉动 我们一起来关心跟掌握国际时事的脉动 我们一起来关心跟掌握国际时事的脉动